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是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大元帅府就只为依托建立的遗址纪念馆 1917-1925年兼孙中山曾两次在这里建立大元帅府 领导中国民主革命 孙中山在此先后做出过许多重大决策 如组织互法运动 平定商团叛乱 领导收回关于斗争 该祖国民党酝酿第一次国共合作等等 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产生了深渊影响 纪念馆总占地面积为7965平方米 由南北两座主体大楼 东西广长河门楼等组成 两座主体大楼为三层圈 共识西式建筑 南楼为大元帅府就只副原成立 被楼内设孙中山在广州三次建立革命政权 为基本城列展厅及专题城列厅 广东省博物馆坐落在室内文明路 原为清朝广东贡院中山大学就只 现存贡院建筑名远楼和中山大学霸工楼 大中楼大中楼集为大文豪 鲁迅的纪念馆和国民党一大旧职所在 圣博物馆主要有广东省出土文物展览和原始社会陈列 广州起义列室 陵园广州起义列室陵园位于市区 中山三路红花港为纪念 1927年广州暴动的阵亡 列室而建 灵旁立四时 火大时时 院内建有血迹 轩元亭 中苏集中朝人民血义亭 和广东革命 历史博物馆 现辟友和唐鱼池 去桥亭县 成为修监的好场所 珠江 今日的广州珠江 是风光一里 一泰墨仙的景观长廊 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 两岸景色美不胜收 珠江夜游 旅游船搭载游客 从人民桥附近西低 码头出发 上东行驶 经解放大桥 海珠桥 江湾大桥 海印大桥 广州大桥 鹤洞大桥 有多个码头 不同公司的游船可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